郭金飞说自己是老TFBOYS的王源 全被王源当场直言吐槽 TFBOYS如今受到许多人的喜欢 不管是上了年纪的阿姨 还是年纪稍小的学生 TFBOYS可谓是全民喜爱的代表了 娱乐圈里除了王俊凯 王源、易洋千玺的TFBOYS 还有雷佳音、李光杰、郭金飞三人 这样年纪稍大 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偶像派的三人 组成了老年TFBOYS组合 主持人何炯问郭金飞 他认为自己在老TFBOYS对应谁的位置时 郭金飞毫不犹豫又有些开心地说 却遭到了一旁的王源本尊的嫌弃 更扎心的是王源说 要好好看看老了的王源长什么样子 引以为戒来警醒现在的自己